來自香港的導演Doris 幾年前因為感情受挫 在網路搜尋時接觸到與神和好網站的陪談志工 志工帶領他禱告 改變了Doris的一生 葛培里步道團推動與神和好網路施工 利用網路關鍵字搜尋的機制 主動接觸有需要的網友 每天全球有超過兩萬三千人 進到與神和好網站 與24小時的線上志工對談 看見全球華人族群的需要 葛培里步道團邀請華人教會基督徒 加入線上陪談 我們嘗試得更多人能夠 我們嘗試得更多人能夠 祝福福福祉 Chinese is one of our newest ones and is beginning to grow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God is doing We've see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come to know Christ and many connected to a local church Most of the people who go to church's websites are Christians and so we've specifically designed pages that are for non-believers so that they can find the hope of Jesus Christ Churches should look at and try to find out how they can use this tool because people are online 我是个电影导演 前阵子我受邀请去拍摄一部 根据我的真人真是启发的影片 就是那个时候又很痛苦 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聊 因为已经很晚 就大家我在睡觉 然后就这样Google这样子搜寻 然后就出了余生很好的网站出来 然后我就真的点进去 有一个真人的志工跟我聊天 然后他打完我就跟着念 那一边念的时候 其实我的眼泪就 就是一直控制不了 就一直流下来 然后打开完之后就狂哭 但是我是喜悦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媒体 去接触这一群人 与葛培里步道团多年合作的福音协进会 鼓励华人弟兄姐妹加入网路陪谈服饰 葛培里步道团他们长久以来 他们每次步道会之后的那个培训 那他把这个精神把这个核心 延续成为一个网路施工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 期待说我们台湾也有能更多人一起参与 因为我们也可以帮助另外一边 晚上深夜需要帮助的人 在网路这件事就没有时差了 每天全球有超过8亿的华人在网路世界中 可培里步道团邀请华人 基督徒和教会配搭同工 一起将福音传到网路世界的地级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采访报导